或许是因为自己临过雨 所以一直想给别人称拔伞 而赵丽颖就是那个临过大雨的人 如今赵丽颖以顶流的身份立足娱乐圈 但她从不自持一线女性地位 必所能及地帮助身边的朋友 在张碧晨悄无声息地当老妈之后 资源大受打压 于是赵丽颖便开始带着张碧晨一起上综艺 相信很多人都很惊讶 赵丽颖刚离婚就参加中餐厅录制 完全不顾舆论对自己的影响 而知情人士透露 赵丽颖之所以同意参加录制 是提出了必须带闺蜜张碧晨出镜的要求 此后赵丽颖更是频繁与张碧晨互动 害怕张碧晨介绍给自己熟识的制片人 为她争取更多的机会 这些操作无疑为张碧晨争取了一波曝光量 而后在张碧晨参加闪光的乐队时 赵丽颖还化身亲友团 为自己的好姐妹加油打高 碧晨是一个非常实锁 非常真诚的 很帅真可爱的一个人 和她一起组乐队 一定是一个快乐有高效选择 大家一定要选她 银宝还是那个银宝 贴心又善解人意 说起来这两人有着相似的情感经历 想必这也是两人能成为闺蜜的原因吧 在这个都以自己利益为核心的娱乐圈 赵丽颖似乎是个例外 对于仅合作过一次的王一博 赵丽颖也是大方提携 今集上赵丽颖在与赵一方热聊时 就顺势做起了中间人 大大方方的向赵一方引荐王一博 赵一方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但她可是圈内大佬 是华策影视集团的创始人总裁 在影视圈混了三十多年 资源强大 圈内人都知道 有华策投资的作品都是高质量的代名词 王一博如果能抓住华策这个资源 必定可以比现在更火 同时赵丽颖这一举动 也打破了两人在有匪中 强戏争一方的传闻 而像这样的事赵丽颖还做了很多 对待身边的朋友赵丽颖 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帮助 她的好友孙坚在拍摄之后时惨遭幻觉 赵丽颖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中 后来拍摄有匪时 赵丽颖就为她争取了角色 同样是在有匪中受赵丽颖帮助的 还有阮生文 也就是剧中北刀传人 纪云辰的试验者 据说她的名字都是赵丽颖托朋友帮她改的 从画线谷里的单春秋 到楚桥传里的贺销 赵丽颖多次提携阮生文 却从未摆出过恩人的架子 阮生文也经常公开表示 赵丽颖是她的贵人 早年赵丽颖和张瑞一同合作过环珠格格 一个是琴儿 一个是吴阿哥 当时赵丽颖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本来就没什么朋友 过年时还身处他乡 赵丽颖看到赵丽颖一个人 便亲手做了年夜饭叫她一起吃 并在环珠格格后期的拍摄和宣传中 也一直对赵丽颖照顾有加 后来环珠剧组一起上快乐大背影时 谈及这段往事 赵丽颖一度感激落泪 赵丽颖大会之后 不忘张瑞的一贩之恩 多次提携帮助张瑞和她的女友 当真是人品与戏品兼具的 这样的人难怪粉丝会越来越多 在这个复杂的娱乐圈还能一直保持初心 才是真正的难得可贵的